那12生效的图怎么找 我自己的习惯 其实就用什么呢 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 就好了 就是Word 应该没有电脑没有Word Word里面就有美工图案 对不对 美工图案你就打12生效 通通都有 什么都有 而且很可爱 美工图案里面总共十几万张图档 它的那个东西还蛮多的 没有它因为它是线上的 online的 所以你就是要 就是说连上网络 对 没有没有 合法啊 考费的应该也可以 比较有关 然后你就是把它 复制吧因为它 它比较麻烦就是说你 直接点的它它就会插入到那个 这边有没有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档案 就是用复制 然后再 切换到桌面把它贴上去 就是一个图档 但是它图档是中继档 它一个向量的图档 就是微软用的那个中继档 那如果你要把它变成 这个 JPG 的话 一般我喜欢按右键 再用其他层次开启 那你当然可以用很多啦 比如说 Photoshop Hotop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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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简单用 翻内键的好了 Picture Manage 这Manager这个 那你就直接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 练存 练存 然后练出 大小建议你用最小的啦 因为我们只是做练习 不要把组长弄太大 都是你跑得很辛苦 只是个练习而已 然后呢 就放在桌面上 练出的格式 建议用JPG的 那这边就把它打一个呼嘛 然后每个都找到了 找到之后放进去就好了 12生肖就有了 而且 这个看起来应该还 还有同一风格 卡通造型 因为 这个Coding的人 就没有 不太可能说 写程式又要做美工 又要什么都行 很难 所以像我的习惯是 用最简单的方法 解决一个问题 是最好的方法 那没有一个 标准的流程 所以我觉得不要钻牛角尖啦 我看很多 同学在学习上 都一直在钻牛角尖 因为其实也没有人都一定要这样做啊 搞不如 就是像我一个朋友 坐牢的时候 大半也不在钻研 钻研技术 都在钻研 怎么样去说服别人 怎么样泡关系 兄弟兄弟这样子 是不是哥们 不然就去 喝喝两杯 很多事情好像就变 很简单了 不然 你这样厉害 有本事的人 我说真的 你用技术要克服 所有的问题 太难了 所以 但是我不是说 你就是 很多事情 都用巧 用巧的 什么 用 还是 你要有 有点东西 不然 因为有些比较老的 sales 最后 都只是 用靠嘴巴 耍嘴皮子 总有一天还是会被试破的 牛皮吹久了还是会 被老板知道 你每天其实都是在 在用一些什么 用假的 那这边的话 当然我们就 接下来 我刚刚讲 就是说 放大缩小之后 再来就是利用 这什么 Draw Down List Draw Down List 我们前面有用过 这个部分 我们是利用这个 Draw Down List 里面 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地方产生适合现象 第一个就是我们把图档 建好之后 接下来就是这个图 比如说我把这个图档做好了 那接下来很简单 直接就是 把这个图档 直接用汇入的方式 那汇入方式 这个我先做一个 做一个Sample给各位看 我们另存 那这一张我就把它调成 你们等一下调成 然后这边给他改个名称 要拆一个也可以吗 中文的 虎 好 然后格式的话就用 JPG确定 好确定之后在桌面上 就会有一张这个 虎 那怎么样放到我的 这个 专案图档里面 最简单的方法 右键 复制 对不对 复制之后的话 你就切换到那个 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 方案图档里面 直接在这个最上层 右键怎么样 贴上就等于是 汇入了 方法很简单 几乎每个软件都这样 没有太 太复杂的方式 好了之后的话 这边就可以有 这几张图档 那有这些图档之后 我们再建立一个 这个 这个 利用这个 这一个 利用这个 这个 加进来之后 第1个做什么呢 编辑项目 应该还记得吧 编辑项目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按 新增 新增 就直接 在这边 同样 习惯就是 Value的部分 Value就是我 将来点了之后 他会传回去 什么样的值 这个值就是 ZorDownless的那个 点Test的那个 属性里面的值 那 可是问题就是说 点了之后 可是只有 比如说一个码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图档的名称叫什么 那没有关系啊 反正就是 这个字串是码 点 JPG 那你就是在后面再加 end 然后给他一个字串 就是 叫点JPG就好了 那就不就OK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给他新加入 12张图档 那记得最后会有一个12升 因为 他会有一个预测 还没选的状态 就跟我们上次遇到的状态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只有这个是什么呢 slate 其他呢 都不要slate 只有这个是有选 其他都不要选 就这个 就处就好了 好按确定 确定之后 接下来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也不叫什么 启用AUTO PAUSE BAN 要不要打勾呢 要打勾 因为如果没打勾的话 你点了他不会有反应 那如果打勾之后 你点了他马上就会 去抓那个图档 秀出来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达到 具备有 点了 就可以秀那张图的这个效果 好我们来执行看看 看好 执行之后呢 这边就有个 有没有 点下去 牛 牛就出来了 虎 虎就出来了 龙 蛇 这样就好了 有没有 其实 里面功能没什么 这是一行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怎么做的呢 其实 第一个特别注意 程式 在这个地方点两下 因为他点了嘛 对不对 点了之后 他会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写程式 你只要写一行程式 就解决了 这一行程式是什么呢 就是IMG 我这边改成A 预设值是Opt 那你们 看你的Image的名称叫什么 我这边叫ImageA 点什么呢 它的属性是什么呢 Image UIL 这个属性 要跟着改变吧 那在哪里呢 在 根目录底下 这个点了 比如点了牛 有没有 他就会回传 一个牛 可是牛 这个名称 他主张名称是 点jpg 所以我在后面 加上一个and 连接符号 给他一个什么呢 字串 这个字串就是 点jpg 就是牛 点jpg 他就找一下 有这张图 就帮你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ImageUI 这个底下 然后再重新整理 就秀出来了 所以其实 它的逻辑很简单 而且程式只有一行 那 这样子的话 感觉 其实就 而且应用 蛮多的啦 你这个功能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上面 甚至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要音乐播放 最好是怎么样 教学好了 比如说 叫做 小朋友教学的那个网站 你点了哪种动物 就哪一种动物的声音跑出来 对不对 哪个图跑出来 这也是一种教学 那图 OK 那声音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让 你点了之后 有一个 声音跑出来 播放 啊 再来还有一个 如果你点了之后 除了声音之外呢 有没有一些影片可以看 直接play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可以做一个 所谓的 教学的 一种 一种 网络的一个program 对不对 而且程式没几行 重要是 你的逻辑和你的想法 就可以马上呈现出来 所以我这边的话 试试看 这个刚刚是 最早的原始是 这两个吧 然后再 减 再加 再加一个这个 切换 这有个bug 有没有 如果他点了之后 要让他避免有bug怎么办呢 自己再想想看 好 画面先还给你们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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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